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石涛的另外一套节目 涛哥看电影 这套节目实际是继承了我们原来的一套节目叫做周末视频 当时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套节目取消了 但是电影是我们现实人的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今的文化中 电影成为了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电影中却皆是人的生活、人性、理念、生命的认识、灵魂的存在 以及现实的观念的冲突 包罗万象 那涛哥看电影我们是选才于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人的圈落当中 我们公认的好电影 逐个的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就像很多朋友所希望 很喜欢听涛哥对人性、对境界、对灵魂、对生命的认知 这样的认知它可以突破我们文化背景、家庭背景、地域背景、甚至语言背景和受教育的背景 突破一切背景 寻找着我们真正回家的路 这就是涛哥看电影当中的宗旨 所以如果你想能够拿到这部分内容的话 你就到YouTube上打上涛哥看电影 你就可以找到涛哥了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头 休息了一个星期 外出了一个星期 其实我去的地方还碰上了很多朋友 大家有这么说有那么说 我个人倒是蛮感激的 那这一个星期过程中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相关节目的一些特辑的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有些人接受 还有些人不接受 那其实在我们总结从2012年出世之后 特别是在2013年 那习近平开始反腐之后 我们看到了整个事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的 如果换个简单的一句话 中国人 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 只能选择从无神论 从被灌输的无神论 将不得不走向对神的一种信仰 没有别的出路 这是今天 中国社会真正走向大变化的 恢复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信仰 人性尊严的一个基础 您可以不接受了 但是在我的节目当中 特别是后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 一直跟大家这么分享 可是在我个人看来 从现在开始往后 这样的东西是越来越明确 而相对应的相对比的 国内在过去这一星期里 所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感觉 我昨天在Radio的节目当中说了 没有周永康式的 周永康式的维稳 周永康被打倒了 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就好像周永康与李长春 共同还是政治局常委时 掌控的中共体制之下的 维稳系统的表现 非常一致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自己认为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背景 也相应的对比下来 从3月27号 王岐山到河南去调研 那那位山东籍的河南生意人 那狗血之后 造成了今天的场面 那一番狗血产生了作用 今天让人们看到的 这种沉寂 长达40多天的沉寂 在反腐当中 似乎突然走入了结束的感觉 每一个人都有感受 但是这种 当反腐走向 好像平稳和结束的背景之下 反撑出来 却是没有周永康的 周永康式的维稳 却凸显 什么意思 打到了最上面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在我看来 我一直跟大家讲过 反腐是手段 但是过程绝对不是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 反腐想保党 你必死路一条 这是我早就说过 反腐想保党 反腐者死路一条 一定被那些党的 以党的名义 掌控党的体制的人 吃掉 搞不好这一段沉默 就在应对我刚才的说法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庆安案 余波未了 受害者家属准备撞告中央电视台 那内容在微博上 在国内的网络上 已经讨论非常多了 那中央电视台放了一段 那所谓警察的正义之尾 只能这么说 所谓的正义之尾 而这种手段的做法 是非常典型的 李长春做法 李长春跟周永康配合的做法 警察的做法 就是当年周永康 政法委体系的做法 所以这样的概念 在过去时间里曾经消失了 但今天再次出现了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黑龙江省庆安枪击案 死者家属委托律师 向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民事起诉 控告央视日前播放的 有关此案视频 歪曲了事实 损害了受害者的名誉 并要求赔偿 这是其中一位委托律师 谢燕仪 对BBC中文网说的 他们只是在曹你好了 民事起诉状 在未来几天内 在北京向有关方面 正式提出起诉 那这件事情 内容我们任何细节我们不谈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这件事情 它反映出来的 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知道这种最后的 最后的这种 中共崩溃的场面 两年前三年前 我记得跟大家描绘过 很多朋友说 你老说那话 共产党死定了 共产党死定了 共产党怎么死 我跟大家讲的是 1989年11月份 柏林墙倒塌的故事 柏林墙倒塌 是一个谎言带来的 你完全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一个谎言 那是一个当时的 东柏林的政府的 共产党政府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 在一个记者会上 说了这件事情 说了东欧人旅行的问题 自由旅行的问题 结果他讲完之后呢 谁都不管 谁都不负责任 结果东柏林的人 军民认为 从即刻起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 到西柏林去 到民主德国去 事情就这么来的 而当时来主管 这个边界的 主管柏林墙的 东德的军官 想找他的上级 去核对这件事情真伪 上级们谁都不接他电话 这个军官就在那瞬间 一刹那的想法当中说 开开闸口 柏林墙就倒了 你说是因为这个 你说是因为那个 我说是就因为 那两个电话没人接 这闸口就打开了 那墙就塌了 柏林墙就这么塌了 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上个星期 已经跟大家触及到 这个问题了 要饭的也好 这样的乞讨的也好 但他是个人 人应该拥有尊严 中央电视台 把他重新剪辑过的视频 播放出来之后 变成了 要饭的不是人 这再次秉承了 原来的做法 对不对 在高级动物的眼睛里 任何在他权力之下 可以掌控的生灵 都可以当作不是人一样 进行任何的处理 这是这个制度造成 所以今天再次面对的 其实就是人的尊严问题 老百姓反 老百姓不接受 包括身为母亲的人 要求自己的律师 提出民事诉讼 不正是尊严问题 对吧 那大家伙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同样是尊严问题 所以那透显出 中央电视台的操守做法 是李长春式做法 根据BBC中文网获得的 起诉状内容来看 原告共有两位 一位是枪击案死者 许春和的母亲 全玉顺 另外是许春和患有精神病的妻子 李秀勤 所以是等于是两个人来状告 那当问到如何获得 李秀勤的授权时 律师解释说 由于李秀勤是精神病患者 所以他的姐姐和哥哥 就是他的合法的监护人 那代表律师 透过他的姐姐和哥哥 获得了李秀勤的授权 并且提出了四点要求 那四点要求包括央视 必须向原告公开道歉 并且播放出道歉信息十天 同时要求央视全面客观报道枪击案 公布其掌控掌握的 未经编辑过的视频 消除央视歪曲的影响 第三要求赔偿1000万人民币 并承担起诉的相关的费用 那这就是看 如果这件事情成形的话 看今天主政的人如何面对 对吧 今天主政的人如何面对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那处理的手法 中宣系统处理的手法 就是原来江泽民系统 垂帘听证时的做法 而警察处理的手法 完全是周武康式的 在周武康被打倒后的 周武康式的做法 所以挑战的是今天主政的人 那另外一个比较重的案子 就是普之强 这个案子非常特别了 包括他 对他提起公诉的方式方法 都很不正规 说句实在话 很不正规 所以他透显 在我的眼睛里 他已经反映出 中共上层的那种 那种诡异的气氛 我只能这么来形容 法广报道这么说的 把新疆当成敌人 是荒谬的国策 那普志强被指 煽动民族仇恨而遭到起诉 文章讲 美国国务院在5月6号 已经在普志强被拘留 一周年的当天要求 北京将其释放 那中共做出了反应 15号宣布对普志强正式起诉 而起诉的罪名是两条 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两个罪名 原来是四个罪名 现在两个罪名 但比较令人吃惊的 或者说让人们感到极端滑稽的 就是他的具体罪名的证据 煽动民族仇恨的主要证据来自于三十多条微博 其中普志强曾经说 说新疆是中国的 就别把他当成殖民地 别当征服者和掠夺者 先发制人 后发制人 都是制人 都是把对方当成敌人 这是荒谬的国策 这样的说法成为了煽动民族仇恨的说法 那我个人的感觉 我个人的唯一的感觉 共产党可能明天真的就晚了 真的可能就晚了 因为他已经在他操守做法当中 已经完全走到绝境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